他今天位置全部都不對喔 普手的配球其實只有配球重 他擺在哪裡 那球都沒有在手套的位置 然後變化球都還蠻甜的 他那間變化球可能有點危險 直球 中間方的平凡打 結果變化球都適合在比較甜的位置 所以最後決定還是走直球 那這個直球也跑的位置 沒有很好 蠻中間的 唉唷 歐巴 他直接掉分了 追平分直接進來 追平分回來了 二兩打 佳群剛剛是不是說穩了 沒有吧 我怎麼就說穩了 棒球比賽就是沒有到最後 很難講啊 感謝頭內 3K9961 棒棒贏定的隊吧 開玩笑 九月狂棒耶 而且張英那局都度過了 下一局曾俊悅應該穩啊 再來一隻 他直接跑分了耶 他直接跑分了耶 不行不行不行 身上我的動能完全超像分了耶 這個球硬跑會危險 加上現在no out 所以不用那麼急著跑 今天曾俊悅的投球 真的很不準 剛剛這球也是直接塞進紅中 雖然說有球數的投手 他的控球是比較有容錯的空間 但是曾俊悅今天那個 偏差真的蠻大的耶 配哪裡他就丟其他的地方 配外角丟內角 配內角丟高的 喔唷 這個打斜廟球不錯喔 位置都蠻好的 兩好球 然後王衛城推進到二壘 因為內野做區域前 所以不太可能去抓壘上的跑者 王衛城就直接跑二壘了 說準不換代打 高宇潔今天算能打的吧 唉唷 哇 這一球超遠喔 直接出去嘛 哇 三分爆 哇 快點 快點 棒棒 要生氣了 高宇潔真的能打 剛剛誰是要換代打的 高宇潔今年真的能打 前面 這個打擊前面的變化球還不錯 這顆就直接罵包了 試不過三耶 第三顆變化球直接罵包 他不是一顆石頭球被逮到 或是運氣不好 剛好被霸了一次全力打 他今天整個狀況都不行 控球好糟 前宮現在在說 在這個關鍵時刻 應該要換另外一個有經驗的捕手 這不是捕手的問題啊 他那個控球 關捕手什麼事 他擺哪邊 他就都另外一邊 那捕手能怎樣 生俊潔今天就是 球進好球帶就是霸包嘛 這個被霸能怪誰 我個人看法 這局被炸掉 絕對不是李偉的過 他能怎麼辦